有 有什麼問題 有網友問你 時空式班究竟是講些什麼 為什麼收過貴 第一 貴就是沒有標準的 你說貴 有人說便宜 有人說我收得便宜 真的 我還沒加價 他們說你50歲左右都是三筆 四筆 但我都不希望你50歲的人不想收的 我最希望是收那些十多二十歲的 但大學不現業的就對了 剛剛不現業 假二歲 假二歲很便宜了七千塊 因為他越早學識我們這個學問就越好 你知道哪個時間適合你用的 你知道你要站哪個空間 就是懂得走位 就是打足球你也要懂得走位 做生意也要懂得走位 不過你知道你的意識流 有什麼盲點 自己有什麼弱點 要避免的 我問你膽大得就很容易做黑衣 你亂投資亂拼 就是對嗎 你沒有膽的你也不會成功 船頭驚機船尾都怕慘 有機會離來都錯過了 我們就是類似這樣的常識 加上我自己人生的經驗 但全部都是佛學的東西 但我不打佛的招牌 一說佛我就最討厭了 搞神搞鬼 古靈精怪 我拜蓮卡佛 我拜蓮卡佛 我連蓮卡佛都搞不定的 就不要搞別的了 蓮卡佛很難拜得定的 是啊 如果放藥能拜得定 那你就是慌樂了 是啊 今世都不能碰 月美就吹雞了 要再錮卡來頂數了 那你怎麼搞 卡佛卡了 是不是 做人都做不能碰 不要說兩個去無飄渺 我們是現實主義者 那你用的東西來的嘛 其實中國瑜伽都夠用的 你用得很多 修身齊姦 自覺平天下 但是他就是不懂得轉什麼的中國 那個瑜伽思想 死了一片頸 沒有那個大開大俠的 那些佛學友 可以放低那個拿起 不懂得轉身這個東西 是的 我們可以放低那個拿起 可以兇了它 兇了它 那你就自在了 都沒有發生過 是你生氣而已 對不對 所以很值錢的學問 我細收得便宜的 大家就要大學畢業的 還有就不收國內人的 有網友都問過 為什麼你不收國內的 我怕累到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那些港義那些東西 和那個理念 是和中國共產黨的理念有相沖的 那國內 用了我們那個理念 或者我們那些文字 和那些朋友說 你被人刺背 是你一定會死的 我們所有不收國內的人 就是因為他的國情不同 知道嗎 我們要平等的 施比仇有福的 那大陸不行的 不說得的 施比仇有福 不說得的 不說得的 耶穌教文明 來那家 有什麼廟在插著 是那家沒有人批的毛澤東廟 沒有插 沒有人批的那些沒有插 有幾間 他擺過毛澤東那裡有一間小屋 裝香的 沒有錢 沒有人敢插 沒有人批的那些 沒有人批的那些 因為現在你 你的村委宣祭就是神來的 你一定不要忘記 你拜神拜佛 你不必靈啊 你拜川普宣企 你日料一定多一些好处 立刻凌都可以 那天天去他的肥仗 我觉得对不对 要销炼保蓝仗 记住 你要明白 他的遗物变成法 未成没有道理 你不敢拜我 就双规你 吴嘉珊 你说哪个拜凌 他立刻凌给你看 现在香港也是 不敢拜你 国安法警察出来 踏踢你 是不是快 快不快 你怎样上帝没有那么快 是啊 没有人错 没有人快 所以他们可以 不论也不论 如果他们不肯信 就因为他们的极权社会 有这样的极权在手 他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你相信我 你不肯信我 我会吐槽你 对不对 你叫上帝来救你 那你就输了 对不对 好 第二个问题 那有另外